我是雅丹 我是10090后 我没有秃顶 没有夏 没有出家 但是我健忘了 我早上出门 总是忘带各种东西 手机呢 东方卡呢 在办公室里 总是在找各种东西 不是 你看我眼镜了吗 你眼镜不是在你边上吗 哦 水杯呢 烟水机上的那个水杯 是你的吗 我红了你呢 出电器又不见了 总是买了东西忘了掏钱 你好 还没给钱呢 哦 对对对 掏了钱又忘了拿东西 哎 美女 你的面包 哦 对对 谢谢啊 嗯 好的 哎 眼睛 我面包呢 我忘了 你等一下 哎 你手上 除了这些 我的记忆力 还一度让我怀疑我的直升 哎 伯儿 你刚看电影是什么来着 啊 对伯儿 哎呀 我跟你说件事 哦 你说 就是那个 呃 哎 哈哈哈哈 有时候也会 哎 雅达 嗯 昨天那个饭挺好吃的 哦 嗯 对啊 挺好吃的 哎呀 好吃是好吃 还有点贵 对对对 我也觉得有点贵 啊 我是说 你是不是 忘了点什么 忘了点什么 啊 啊 啊 我想起来了 你上个月让我帮你打了768个 你说请我吃大餐 但到现在一直都没有请我吃 还有我国民上周买早饭 借了我8块8块8 到现在还一直没有给我发红包 今天是他欠我将第8占6个小时59分了 还有你从上周到现在说了 我38次很胖 27次发型 很95次 衣服很难看 你知道我对你有多努力的再减肥吗 还有在我瘦了2.138斤的时候 我在肉上遇到了一个1米83的小帅哥 他偷偷的看了我三秒我也默默的回了他两秒 之后他以0.56米的距离跟我参赏而活 还有还有就是那个声的 啊 啊 啊 哎 对 你刚问我什么来着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哎 告诉我们什么来着 忘了 没着讽 一个总想告诉你点什么的视频 你身边是否也有这种容易煎熬的朋友呢 欢迎留言跟我们互动 喜欢我们就点个赞 关注一下吧